在網路上我們現在看起來 裡面大家又有一個名音在談張憲宗 這個張憲宗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這件事情目前看起來 都有可能會引發 我們看到中國內部的一些動盪 請教一下彭孝大哥 張憲宗是明朝末年的一個 很有名的劉寇 這個但是他這個劉寇是 人家說成王敗寇 他是因為失敗了 所以叫做劉寇 如果他成功的話 他搞不好以為是一代帝王 中國古代歷史都是這個樣子 每一個創建朝代的 都是非常的殘暴 非常嗜殺 所以張憲宗只是說他失敗了 所以後來就把他講得 非常非常的恐怖 非常非常的糟糕 為什麼說現在這個網路的張憲宗 會引起人家這樣的一個 覺得很特別 然後又有點害怕的 這樣的一個反應呢 其實這個跟所謂的 大陸最近流行的所謂的躺平啊 是另外一類的躺平 意思就是說無可奈何啦 躺平我無可奈何 那我乾脆 隨便怎麼樣 反正我努力也只能混飯吃 我再怎麼努力 因為我沒有背景 沒有關係對不對 另外一類的就是憤世基礎 我們台灣人的一句話說 憤世基礎 死好了 更亂一點好了 這個再鬧 再兇一點 對不對 再黑一點 就是這種一種反向的這種心態 坦白講 你說大陸的老百姓 知不知道這些的黑道是怎麼回事呢 老百姓清楚得很啊 為什麼說老百姓清楚得很 因為我有一次到北京去 我坐一個那個出租車 那個出租車的那個師傅 他也搞不清楚我是哪裡來的 他開車就一直在那邊嘟嘟嘟嘟嘟嘟嘟講 你看到沒有 這一片的 晚上都沒人開燈啦 一片的豪宅 都是哪裡 山西梅老闆的啦 這個外地的幹部的啦 一路的這樣子 那時候山西梅老闆事情還沒有爆發 那地方連開車司機都搞得清清楚楚 說實在 另外 其實這樣的 為什麼大陸會有這麼嚴重的 黑社會問題 這一次除了唐山以外 其他很多地方也都爆出來 很多人想趁這個機會 希望能夠深淵 為什麼會這樣子 坦白講 就是剛才瑞德所說的 共產黨就是最大的黑社會 在地方上來講 那些公安就是最大最大的黑社會 為什麼呢 因為大陸黨大於國 黨大於法 那很多的公安也好 法院也好 這個檢查機關也好 這個在大陸這叫什麼 公檢法 這個系統呢 主要就是我們的所謂的司法系統 他們在黨裡面都是委員啊 有一些重要案子 還開黨內的會議 互相商量一下這個案子要怎麼辦 所以說他的法院 檢查官也好 法院的判決也好 黨議超越了一切法律 那這是從正面講喔 但是往往就是怎麼樣 就是說公檢法聯手 這個地方 他要包庇誰 他要掩護誰 一點問題都沒有 這個大家看到這一次唐山的案例 好幾個這個主事者 好幾個鬧事的 都是有案底的 大家都知道他被抨棄了 被怎麼樣 但是他們還是一樣大搖大擺 一樣在地方上橫行 還是大白 砰 幫忙這個警察去抓那些 這些不按照封城命令的人 去打他們 難道警察不知道嗎 都知道啊 這個 這一次只是說 事情鬧大了 才把事情爆出來 雲南有一個前幾年 非常轟動的案子 叫孫小果 這個孫小果呢 他的母親是個公安 公安幹部 然後他的繼父 他的繼父在法院系統 他的舊公當法院的院長 這個孫小果從小就不愛讀書 就一天到晚鬧事 包括說猥褻婦女 強姦 傷害 殺人 結果他因為累積了很多案子 在1998年的時候 他被起訴 判處死刑 緩期兩年 上訴到這個法院以後 結果改判 無期徒刑 但是呢 關進去 他媽媽透過各種關係 把他保釋出來 所以變成什麼樣 紙面服刑 文件上他是在服刑 實際上他人根本就在外面 一樣逍遙法外 一樣幹盡壞事 最後2020年的時候 中共中央的一個檢察組 到那邊去 因為發現說 這個人怎麼還沒有執行啊 才把這案子撈出來了 哇 又是一堆 最後把他給判了死刑 這種案子 坦白講 不可思議 換言之就是說 你這個國家無法無天嘛 有關係就沒關係 你這些小民們 你就忍著吧 為什麼他們都不敢報案啊 為什麼不敢報案 都知道說警察跟黑道是一夥的嘛 我報案只有招來更嚴重的 報復跟打擊 這一次事情鬧大了 你看才有這麼多人實名舉報 實名舉報 公安局的門口 排了一堆的長隊 然後唐山市委書記 市長 搞什麼雷霆行動 我看大陸網民就在說 雷霆行動 任何雷霆都雷聲大 雨點小 然後不能持久了 任何雷霆行動過後呢 一下子5分鐘熱度就沒了嘛 對不對 只要這一次能夠挺過去 大家這個馬照跑 舞照跳 該吃 該喝 該怎麼樣 照樣 為什麼 天高皇帝遠嘛 坦白講 中國太大了 你各個地方 說實在 都是一個小王國 唐山市 不是一個特例嘛 對不對 他的那個市長 在地方叫唐山市 待了30年 後來到省委當這個副書記 退休了 退休了以後 才被人家挖出來說 他一大堆怎麼樣怎麼樣 你看這些事情 你不可想像 這個真的地方上的那種小王國 然後在那邊 其中有一個唐山附近 叫天津嘛 天津市有一個公安局長 他叫伍長順 他貪污了多少錢 有帳面可算的 74億人民幣 是大陸這個貪污案裡面 報出來的最大公安局長而已啊 然後這個公安局長 他的名下跟他有關係 有70幾家的企業 除此以外 他老婆也是公安 然後在公安系統裡面 他的女朋友有4個 還幫他生了小孩 你看這個真是 這樣的警察 公安局長 雖然最後他下馬 但是中間你看看 多麼的黑 多麼的爛 但是有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其實2018年 2020年 中共中央都有國務院 跟中共中央辦公廳核發的 這種紅頭文件啊 要找黑啊 要怎麼樣 但是中央命令下去了 地方掩護掩護 為什麼 這要什麼 這要關關相附嘛 所以中央有文件下來 我做個表面 你查到我了 我就努力點 沒查到 過了就過了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這一切啊 就是中共這個體制 使得它的權力擋高一切嘛 所以你擋高一切 你沒有制衡 然後還互相勾結 所以說權力使人腐化 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 今天唐山也好 大陸很多地方 我剛才講的天津也好 這些地方的這些案例 真正的就說明了 像大陸這樣的一個 不受制約的權力 這樣的現象是理所當然 一點都不奇怪 我們反而覺得 好像很那個 其實大陸很多這個網友什麼 都說那些地方上的書記 市長 搞了幾十年 他難道不知道有這麼多問題嗎 現在來弄個什麼雷霆行動 然後一大堆人跳出來 才喔 難道問題這麼嚴重 那你早幹什麼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說這種問題 也在於說中共真的一直有 這個血腥暴力的DNA 是 是